4月12日 中国体育彩票福建31选期第2300912期开奖 开奖视频中 多个中奖彩球在出口处停留数秒后方才掉落 先后有5个彩球堆积于出口下方 未言斜坡下滑 该视频引发网友质疑 怀疑是否存在人为操纵 记者致电福建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宣传部 一工作人员打发道 我们联系了生产摇奖机的厂家 目前在3月12日 等待生产厂家回复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彩球卡住 该工作人员称 以前曾有中奖彩球未滚落至斜坡最底部 但从未出现过彩球堆积在出口下方的情况 对于一些网友可能存在吸铁时的猜测 上述工作人员称 可以肯定不会 该工作人员解释称 每次开奖前 提彩中心工作人员会检查摇奖机 公证人员则会对彩球进行称重 外观检验等检查 只有公证人员才能接触到彩球 此外 摇奖机的设备生产厂商 已得到国家体育总局的认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